你好欢迎收看12月2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如 花莲县卫生局在今天凤林镇 举行花莲县中区社区心理卫生中心的街牌典礼 而开场表演由凤仁国小表演客家歌谣 雨天也挡不住孩子们的热情 场面相当温馨 而县长徐中卫在卫生局长朱家祥 立法委员傅昆琦等人陪同下出席 并与现场的贵宾进行街牌 也期许心理健康服务走入社区 守护相亲心理健康也让幸福更加倍 现在学生表示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同样的重要 因为拥有健康的心理才能够克服每天的生活压力 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难题 以及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 才能够稳定社会家庭和谐 然而我们智慧医疗很多也结合到我们的 我们的教育处还有我们原民处的 爱部落的一个WiFi的部分 所以才能让我们的远距的医疗 还有远距的救援 能够搭上顺风车 但是中央要有系统的 而且编列预算 能够支持全国的宽屏建制 我们是不是给副委员掌声一下 谢谢委员帮忙一下 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委员要不要请前面坐 好 第二个就是我们长照的部分 现在我们有这个整个长照2.0 还有我们所有的长照的地图 都已经把它建置起来了 六月福根据表示 现在的生活当中 命令压力越来越多了 中区社区心理卫生中心成立之后 结合社区资源 透过专业的心理卫生人员的倾听 关怀陪伴以及支持 能够提供相亲在地化 我想这个是很难得 就是心理卫生中心 我们花莲县还要分北中南区来进行 我想这位县长他的目的就是因为 花莲南北实在非常的地域辽阔 那每一个地区的相亲都要得到照顾 你说在南区 住在玉璃副里 要跑到北花莲的新政府的心理智商中心去 那不是好遥远 因为搭车两个小时 所以他很贴心的现在成立了中区 那我相信在成立中区之前 县长一定有做过相关的这些评估 跟能量的准备 他要把它都准备好以后 他才会来接牌 所以我想中区的我们的所有的 这些护理长 还有我们这个 这个所有的我们的卫生所的主任 你们这个任重道理 其实刚刚现场讲的一件事情 中区社区心理卫生中心进驻心理专业团队 包括护理师 智能治疗师 心理医师 社工以及光环榜事员 提供民众心理卫生服务 其中个案管理服务 着重于心理困扰 精神疾病 制裁歧毒者等等 强调以家庭为中心的服务 并且连接医疗 卫症 设政等 劳政等资源 记得 Join from this 报导 这期判断 这期判断 那天 这个判断 一扒